今天我们对这个来自昆明动物园的这两只猫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检查 在检查过程之中呢 我们发现这个猫有皮肤的问题 也有眼科的问题 同时还有这个口腔的牙齿的问题 究竟怎么造成这种这种问题呢 我相信跟他的所处的环境 以及所经历过的这些创伤是有相关性的 猴山猫和猴同住这个事情 对于我们的看法的话 首先第一点的话 我们认为两种不同的物种在一起生活 是一定是有位于自然规律的 尤其是在猴子 它自己的一个习性和猫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样的话就会存现那种强势和弱势的这种区别 那个猫的话在里面的话 生活的话一定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我们会在后续的照顾中 会用爱去感化它 让它逐渐的融入到家庭中来 成为一只健康的猫咪 至于说等它真的能够适应人类生活的之后 可能和人相处的话 我们下一步到底是要我们给它做领养 还是说我们就直接留到协会 照顾它一生 这会儿我们还没有做决定 我们这么多网友和支持 还有这些发言 对这些小动物的关心 其实我们真的特别感动 我们动物救助这方面的道路上 我们有很多的同行者 大家一起在努力 非常感谢 也很感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